谢谢主席,我们请主委 来,陈主委 陈伟好 主委 其实农民是非常非常辛苦 比各阶层的,比如说公务员 什么的,那些都很辛苦 而且是从长久以来就是这么样的 你今天当为一个主委,应该要好好的来规划 这个老龙到底要怎么样 你看现在的制度 他领七千就七千喔 领到他哪还是七千喔 可是国民年金可以领比他更多 对不对 你们没有去考虑这个嘛 公保,龙保 领起来都比老龙还多喔 所以呢 你老龙今天什么时候造成这种局面 你们知道吗 当初呢 在民进党时代 规划整并到国民年金去 当时 国民年金的规定呢 农民有增 增到到 差不多 至少零七千 可是行政院呢 的这个 同意这个 补助保费 不至于农民负担 所以农委会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坚持 目前只剩下农民今天没有保险制度的支撑耶 这样就是农民对农民的不公平 对 其实 他们呢 应该是 要跟 其他人一样 到退休以后领的更多嘛 对 你现在他只剩在七千 对不对 只剩你七千嘛 那这个是社会福利 不是保险制度 社会福利 对啦 所以当初就是要把社会福利 你这些弱势的什么都改为保险制度 你们就是有委员就不肯嘛 就这样把它改过来嘛 那改过来今天造成什么 造成 造成大家 真的 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 造成困难 造成农民的损失 这么多 这个谁要负责啊 啊 你们既然四月份 启动改革年金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讨论 到现在 你今天讨论这个 有什么意义 你今天现在 今天是最 最后一天的 的 的 修法的 的时间耶 而且现在是下午啊 快晚了耶 你你才要来 你才要来提出这个东西 这有什么什么意义啊 啊 你们要现这些农业 农业市的这个委员 你不意是不是 这不是这样做的 你们要想好嘛 你身为一个教授 身为你 你刚刚在讲 我听你们的理念也很不错啊 啊 为了国家的这个财政困难 财政困难 可是你害的是农民啊 没有害他 对不对 没有害他 我知道我是说 他永远领七千嘛 他没有办法再增加嘛 所以这作为 沦为 沦为各党选举的加碼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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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地体嘛 我们改成15年 新加速的 慢慢的就可以调整啦 这点是我们 为什么要改15年的原因啦 所以嘛 你这调整就是 这沦为一个政治 选举的一个工具嘛 我不希望说 把农民这样牺牲啦 你们都拿农民来当 当这个 这个政治的工具 这个不好 农民很辛苦 他为什么只有领七千 到他老啦 他中老还是七千喔 这非常不公平 你应该去设计一个 设计一个可行的 有跟农保 老保 这个国民年金 一样的制度 不管是政府出的也好 不管是他们要出的 这个都可以来设计 可是你今天突然 提这样子哈 不是 我觉得很多的 我想农民哈 还有一些委员 我看也不会 我们都宣导过了 我跟委员报告 你提到这个 你现在 我把它改成年金齁 年轻农民他们愿意 加入老保 我可以补充 他的差额 十年的保费 我都愿意这样做 你怎么不提出来 你今天没有啊 你今天只有提说 要15年 要分什么 那个是老保 六个月 参与六个月 这个事情齁 我觉得规划不是这样规划啦 如果你要规划 你倒不如说按他的基础 用一个基础的数据 比如说三千五 那么一个月增加 如果他加保多一个月 就增加多少钱 这样子慢慢的来累积 那你政府要负到什么责任 国民年金是有营业税一趴喔 你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基础嘛 所以你现在说 什么用公务预算 现在已经465亿的老王军贴啦 你们现在觉得说我这个 这个重担啦 非常的负担不起 然后呢 就临死哪一个这个 七个月跟十四年的 这个不平等条约哈 没有不是 我我们这个规划两年了啦 规划两年 规划两年还是有规划 在一边嘛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要跟农会 跟农民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讨论 那他们也接受 你讨论到现在 你说好啦 即使是他六个月可以加入 有事只有七千嘛 我讲的是这个部分 他六个月加入就不公平啊 对不对 不是啦我现在是讲嘛 你即使六个月十五年都是一样嘛 你到最后还是七千嘛 那你作为一个农委会的主任 没有没有去想到这个长远的 替农民想 有啦有啦 人家现在委员怪你的就是这个部分啊 我也这样不好啊 我一步你一步 那你对他们 将来你应该要重新提出来 对他们有一个长久 是 甚至于比国民人更多的 优惠的条件出来 为什么退伍今年 他们可以领到一万三千多 对不对 那你农民有比他们不辛苦吗 六个月的不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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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讲那话 十五年的才辛苦 你讲那个根本都不通啦 应该好好地去规划长远的这个制度才对啦 谢谢